收拾你 一人足矣 小子蠻力还挺大 飞蛇舞 花莉狐哨毫无作用 因我三旋变 第一变 开闪音 向你开闪 枪法花哨 结硬缓慢 斗气虚伐 比起我的预期 已差了太多 给你四字平语 不堪一击 他真是灵犬统领嘴中的 那小家废物 这等实力 即便是放眼古族年轻一辈 怕也是有一心之地啊 灵犬这小子 此次算是自取其辱了 活该 你这小家废物 没有资格在本统领下评价 秘法 化学宫 这家伙还真是不要命了 居然连这种自残的秘法 都使用出来了 小姐 你看 不用管他 自取其辱吧 这秘法倒是不错 可惜你没有足够坚固的根基 纯属无用之力 你直到现在 也未曾达到我所期望的一半 你撒个什么东西 本统领将你擒拿之后 再好好治你这张嘴 你 你 你是 你 你 这 有 你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个肖家废物,现在可还有资格评价你 人家头脸了 小子下手倒是挺狠啊 嗯,颇合老夫为寇 嗯 校园哥哥,我要走了 在谷族等着我 带着我参加了丹会 将老师解救出来 便去谷族寻你 校园哥哥,保重 走吧,回谷族 时事,小姐 小姐 好 珍妃 啊 啊 呀 是啊 啊 这是什么毒 正巧 我也想试试斗尊强者 究竟能力还到何种程度 今日便先拿你练练手吧 这是何种毒气 居然这般恐怖 萧嫣受伤了 先离开这里再说 我来破坏掉寒气屏障 你来拦住他们 可爱 或讨论 你思论 每次生 嗯 走 該死 沒想到 仙天的惡暖獨體居然還能被控制 倒是本尊失算了 撤 這是冰河谷谷主冰河 天哪 他怎麼來了 小岩先生 這次怕是再見難逃了 這老妖怪居然親自來了 建古谷主 天蛇呢 冰谷主 那名為硝炎之人是店主親自點名所要 還望谷主在將他情惑後 給我魂天一份薄面 將他交予我 我只要惡難獨體 這家伙實力 不會比分岩谷的唐振弱 恐怕我們加起來都不是對手 如今我體內的鬥氣已經恢復了一些 勉強還能再施展一次毀滅火鍊 到時 你與天火前輩趁機 他要抓的是我 待會兒我拦住他們 你與天火前輩找機會先走 別争了 老夫已死過一次 這些事老夫更有經驗 還是我來吧 罷了 那便共同擊退吧 惡難獨女 你隨我走 我不會傷你 並且我可以讓你的朋友們少受一些痛苦 什麼 這便是最純正的惡難獨器嗎 越是這樣 我越是想要得到你 惡難獨體 他居然也是惡難獨體 這就是冰河谷追去惡難獨體的原因 惡難獨體 分先天和後天 我的惡難獨體是後天所致 存在缺陷 不過我只要能得到你 那麼 便是能夠彌補這一缺陷 到那時 我的惡難獨體 也才會變成最為完美的體質 哎呀 竟然將這些都告訴了你們 你們 不會拒絕我吧 你們 不好 相爺 休想我死 也就拉上你一起 下來 好 好 他若伤了 冰河谷便也没了 谁 谁还 笑颜哥哥 笑颜哥哥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勋儿好不好 你小心一些 你是何人 这是我冰河谷的事 好个霸道的冰河谷 他若是你的朋友 本尊可对其既往不救 但那恶难毒体 本尊是绝不能放过 冰国主 你不能放过那硝烟 他是我们殿主甜蜜 你若是想抓他 便自己动手 你二人不用争了 这里的人 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好个猖獗的小妹 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 劝你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 得罪一个连你背后的实力 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小姐这般说话 魂殿 很了不起吗 小姐 这几个人交给我二人来处理吧 冰河交给你 魂殿与旁边那都交给我 早听闻冰尊者的冰尊记 以修炼之画家 老夫今日 愿意不叫一番 敢大 出手拿下修炼 是 本尊对战还敢分心 让我来吧 一火 不知熏儿的一火 会是哪一种 岂能让我体内的琉璃连星火 如此忌惮 人 主持人 不要 就 有没有 因此 他有没有 哥兒,你一直走在我前面 薛兒靠的是鮮貝以及血脈 而硝煙哥哥卻是依靠著自己的能力走到現在 真要比起來,十個薛兒怕是都比不上 你呀 這寒氣大鎮也是時候得破了 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平尊者 接老虎 歸於盡煙天液試試 煙天液? 盡絕 冬天斬 好強的能量對砲 真是低音訣 他居然是古族之人 冰尊者的冰尊勁果然有些門道 真是痛快 靈老,不要耽誤時間了 是,小姐 老夫這邊下心狠手 等等,這位小姐,請等等 鐵壮子,回來 孤主,怎麼了? 今日之事,是我冰河谷的不是 還請小姐包涵 冰河,你這麼做 卻不怕丟了冰河谷的臉面 小元哥哥,你的意思呢? 這位小兄弟,惡難獨體的事 日後我冰河谷絕不會再插手 既然冰河谷主都這般說了 硝煙自是不會過多糾纏 這位小姐,希望今日之事 不會讓您對冰河谷留下壞一下 哼,我也希望今日的事 不要再出現第二次 否則,下次再去的地方 或許便是冰河谷了 你們想要幹什麼? 要幹傷老夫 那便是與魂殿為敵 好大的口氣 魂殿很了不起嗎? 000人 4個 2個 小元哥哥,他還交給你了 6個 9個 有 1個 6個 的确是天之娇女 幸会